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香港之後會有代理的電話周邊 這個東西就叫做Smart Boy 大家都見到其實它是一個好像Game Boy那樣的底座 剛巧我們桌面就有剛巧有一頂舊版的Game Boy帶 這款電話是可以讓大家通過電話去玩大家舊版的電話周邊 但它就不是插進去就能夠玩得到 大家都要安裝兩個手機app才能玩得到 我們先為大家介紹如何安裝手機app 第一個就先訂一個叫做My Old Boy的程式 就有這個樣子 有一款紫色Game Boy 按按按按裩 還有這個Smart Boy按照安裝 安裝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教大家有什麼設定要做 我們剛才下載了兩個APP 我們就要給它限制 我們可以先進入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買Old Boy 按確定,然後按允許 按完允許就可以 我們先進去Smart Boy 進來Smart Boy 我們再進去Smart Boy 按允許 按完允許要怎樣呢 按完允許之後 大家已經要拿自己的Smart Boy的座位 看一看其實不太適合尺寸 其實它後面有一個按鈕 按一按就可以鬆開 大部小部電話都好 自己就走回位 就可以插進去 我們現在就要插這部電話 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 其實要你按允許 但這個時候你有發覺 你有沒有觸控器用不到 要怎樣做呢 就要有幾個指令 第一個就是A 下下右A 就可以了 原來就要多入幾次 A 下下右A 再來一次 A 下下右A 對了 按完三次之後 現在就已經可以了 按完三個插進去 之後 我們就其實已經可以入者餅 遊戲帶了 我們今次就有這個 Top Gear Pocket 2 正常好像小時候玩Game Boy 插進去機器 插進去 之後呢 它現在就開始慢慢攪拌 也要等它安裝進去 部手機那裏先的 對啦 安裝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按回 Launch of Air 然後要 你進來這裡 就是要Launch的仔 之後呢 我們進來就要找這個 叫做 Hyper King Smart Boy 的拱用的包裝 就按下去 你會看到有 Smart Boy.gb的包裝 按一下 對啦 那就會成功入到遊戲了 我們安裝完之後 不如試一下 試一下玩先啦 就看到其實 按鈕都用到 START是有反應的 左右 那就我們試一下 隨便開 就對電腦 這裡啦 我就自己沒玩過 因為本身 隨便選擇了 隨便選擇了 對 按鈕都用到 按鈕都用到 就看到鷹 現在就不能玩到 這些舊款遊戲了 就眼見 其實它都頗順的 因為其實這個遊戲 都應該路過 這個遊戲 對啦 對啦 我們左右 扭下扭下 那就沒問題啦 那如果 當然你可以自己 特地買完之後 去一些舊遊戲 好玩一下你喜歡的那些遊戲 像是那些 寵物小精靈 金銀版 那些 那些 紅版 綠版 水晶版 那些 其實就回自己 起床 對啦 我就追回別人的電腦 快點扭 對 對啦 試玩 其實跟大家 舊 小時候的感覺都差不多 那如果你想 尋回你小時候的回憶 或者你見到你家 那些老爺 遊戲 放在那裡 不知道做什麼的話 就四百多元 用這個 買一下都挺划算的 但要注意 它比較麻煩 一點就是 你的手機 一定要有USB T-C 才用到的 那如果不是 就比較麻煩 應該是玩不到的了 那大家買之前 都盡量看看 到底自己的那個 是Micro USB頭 還是USB T-C 那就玩到這裡了 但是呢 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餅帶 還有沒有用的呢 那我們就 不如試一下 現在這樣插著餅帶 我們有拔了餅帶去 大家看著 我們後面一起拔了餅帶去 對啦 拔了餅帶去 那還能玩到呢 就回到後面 哎呀 它就說 原來呢 就不可以這樣copy game的 那就麻煩大家 如果要玩的時候 就記得 插著餅帶 才可以玩回遊戲了 那我們就插上去 看看是否立即可行 插上去 哎 又慢了 哎 插上去 就發現現在又可以回到我 那所以 Smart Boy就介紹 這裡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到時可以留意 九月中的時候 大概這個東西就會墊加 價錢大概是四百多元左右 那就介紹到這裡啦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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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